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從來沒有在頻道上分享過的小區 而且是踩入我的地頭 我們住在Delta 不過也是一個最少跟大家介紹的區域 我們首先介紹地理位置 我們在Delta 是South Delta 一個叫Ledna Sub Area 我們也是Ledna裡面一個很新 然後由一個發展商去打造一個社區 它的特色也是一個Master Plan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Master Plan有看屋苑 很多High Rise 好像完全沒有脫離過香港很傻的生活 這邊的Master Plan 不是每次都高樓大廈很密集 也有些Master Plan 是發展商很用心 有景色的地方 好像這裡那些河境 然後有很多園藝 做一些低密度 令到大家回到溫哥華 是真的有一些外國小鎮式生活的感覺 這個area都是Polygon打造的 樓齡上面外面的房子 舊一些是零幾年 九幾年 入到這個比較新的社區 就分了幾期不同地完成 有些是1617年 有些是2020年 有些是比較新的 好像condo 有河境 這個社區有很多可以選擇的屋 你的預算不夠 或者是想只要一房condo 退休的 你可以考慮這些condo 看著河境 隔壁這樣住 你也可以考慮住 一些小的townhouse 千多二千尺 如果你是一個大家庭 需要更大的空間 它都有很大的房子的選擇 好像我們現在看到這間 就這樣走過這間不賣 純粹看到它大很多 類似是孖屋 或者是很大的townhouse 它有一個很大的花園 好像house style living 所以都很歡迎大家 大家可以走進來 Ledner這個社區 去Richmond的話 就是過馬斯坦奧 當然有時候會塞車 但不塞車的時候 其實過條隧道 已經去到Sipson那邊 五號路 Ironwood那邊 已經很方便可以買東西 當然本身在Ledner裡面 都有它自己的配套 即是Supermarket Farms Market 食物的地方 City Hall 全部都很多 但就不是一個 好像Burnaby Suri 擺輕土木 起很多high rise 高密度式住宅的感覺 這邊全部土地都是freehold 跟Towasson是不同的 有很多朋友會在想 是否去到南Delta 全部都是leasehold 就不是的 這邊是自己的土地地權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看什麼呢 我是同事的listing 我自己不是掛牌經紀 所以有朋友想找我買 可以幫你寫合約 今次我們選了 這個社區裡面 一間是130多萬的townhouse 它不是最前面那一排 因為最前面那一排 你會看到它闊很多 大很多 價位可能上很多 180多萬 這一排是second row 我們單位都有少少可以看到 河景 而且你走出去 外面散步 和小朋友玩 放狗都很方便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看的 就是69號townhouse 它南北朝向的河邊 那邊是向北邊 裡面是向南的 其實就是這一間 它的總的層數是三層的 你看到下面那一排就是車房 是side by side double garage 和它前面的driveway 打橫都可以拍多一部車 中間那一層就是ming living space 客飯廳、廚房 再上去就是有三間房 其實樓下那一層向內 Garden flag都有一個單位 給大家看看 剛剛車房在外面 走進來這邊就會是前門 前門是一個人行道 大家可以在這裡散步、放狗和小朋友玩 亦都有很多原藝做好 大家可以看到草坪都鋪好了 每一間屋都有一個自己的前院 前院外面再有些草地 才去到對面屋的花園 所以它們兩間屋之間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前院空間都很充足 這邊全部都是 如果有老人家的話 這間就是一間房 裡面都有full bath 老人家可以住在這一層 現在和大家進去單位看看 真的掉進去嗎? 做甚麼? 沒有 現在和大家來參觀一下室內 1900、2000呎 分開三層的村屋 它的生活空間都頗舒適 大家可以看到門口進來 上面是主樓樓 走幾級樓梯上去的 客飯廳、廚房那些 這條樓梯有半層 下去會有一個房間和洗手間 另外就是double car garage 雙車褲 再上一層會有三房兩次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 Ming Living Space 它算是一個長條型的Town House 但很闊 尤其是樓梯兩邊很多位 所以都光亮 它是南北方 那邊向南 北邊是有河境 而且特別闊 所以相當是光亮 加上樓底膏 主體顏色 地板是很膝塗的 木色 大部份的檯面都是白色 櫃面都是淺淺的 light grey color 所以整個空間感都很足 而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去到這邊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長條型的廚房 可能就是這樣 廚房 然後中間就是飯廳客廳沒有 但它這個位置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這裡還有一個Family Room 因為它大 是一千九二千尺的Town House 所以中層特別大 這個Extra Space 就令到你的居住空間多很多 有小朋友 擺布三角琴 做個書房位都可以 而且在這裡 看出去的話 就會有一個自己的露台 然後這個露台門可以出去 然後這裡也有些大窗 可以看北邊 有些河境 在兩個建築中間 也有些河景 也不錯 我們去露台看看 感受一下舒適度 現在溫哥華開始回春 陽光 很漂亮的雲彩開始來了 這樣就很舒適 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小區 所以其實很安靜 前面的行車道也不是很多車 大家都很多有並排的雙車褲 然後可能在走路 就可以拍一至兩部車 那些屋苑的外觀 顏色各方面都做得很失陶 所以其實看出去很舒適 看回廚房 廚房面積很大 一個很長的Linear Kitchen 再加一個中度 這些都是一些Extra的位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有一個Pantry 可以Pole out 上面有很多儲物空間 因為業主還在住 所以就不開了所有櫃桶 給大家看 基本上這邊上面全部都是一些櫃 幾乎做到頂部 然後下面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廚房電器的話 七樓演機也挺厲害的 然後爐頭 還有烤爐 是Kitchen A的牌子 我留意到它的磚都挺特別的 這些好像Heringbone style 去貼的磚 令整個廚房都挺Stylish 這邊也有很多櫃桶可以放東西 雪櫃的話都比較大 雙門雪櫃 變成儲物放東西就會比較好些 是Fisher & Peco的牌子 然後中度上面有個San Sinclair 然後有個洗碗碟在這裡 牌子是Kitchen A 然後下面也會有些垃圾桶位 然後微波爐和櫃桶 中度都挺長的 現在兩張巴凳都可以放到三至四張 這一層也有一個半次的Powder Room 大家平時用洗手間就進去 有些儲物空間 然後中間有個飯廳位也很闊落 現在放了一張錄人桌 我想其實你放了原桌也可以 因為這邊有足夠空間 這邊有一顆進去 然後這裡就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的這一邊 可以看回剛才的門口位 所以雖然空間沒有剛才的Hering Room那麼深 但因為它不是實場 所以你也會覺得很闊落 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就看回你的前縣 平時我們剛剛走路進來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開車回來就會在下面走上來 其實都挺舒適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前縣 可以坐一下舒適一下 中間有一個普通道路 而且也有些火箱在這裡 而且這隻火箱是電的 可以換一些不同的顏色 我們看完這個中間層的空間 就跟大家上去看看睡房和休息區 這個業主也裝了很多這些椅子 所以上來也很光亮 上來你會感覺到樓底去到房間特別高 現在進來的這個就是主人房 層高特別高 標準的話可能窗到這裡就沒有了 但它現在是挑高的 上面還有兩架窗 所以變成主人房特別光亮 這個位置大家都看到 這張本身是King size床 旁邊還可以放床桌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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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進去 而且Walk-in closet也有窗 都是望回前遠 所以Walk-in closet也很光亮 然後主人房的洗手間 就在這邊 是一個五層的洗手間 也很暖 它有一個獨立的暖氣開關 Baseboard在這裡 Double-Sank座廁 然後Shower-stow 和浴缸 其實可以從這些洗手間的位置 看到業主也保持得很好 地磚都沒有太多痕跡 你看這些clocking的位置 全部都很白 都沒有用到黑曬 其實都保持得很好 我們去看看另外的兩間房 經過一個很短的走廊 另外有兩間房 Share洗手間 這邊還有一個laundry room 中間的位置都很闊 不是長條形 好像搬東西都不方便 雖然這間房 雖然不是主人房 但很棒 有何景 因為它是廚房上方的位置 窗戶很大 這間房的樓底 沒有主人房那麼高 但看上去有何景也很舒服 一樣有雙門衣櫃 這間房和旁邊的房間 方向都是一樣的 看看這間房有沒有何景 也有些 這間房的何景沒有剛才美 因為我們飄了進來 這間房間比較多 但其實床頭位也能看到 然後也能看到很多天空 很舒服 有些樹景 一樣有衣櫃 其實每一間房的尺寸都可以 都可以一定放到 king size 你走路位也有空間 甚至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你的床也能拍窗 這邊一定可以放到一張書桌 聊天也可以 聊天也可以 因為房間的尺寸大 剛剛看完兩間房間 他們兩個就分享這個洗手間 這個就是bath tub 剛才是主人房的 也很簡單 座廁有大鏡 然後有台面 下面也有儲物空間 然後最棒的是laundry room 很多時候我們看很多Richmond 或Bernaby的Townhouse 甚至Vancouver 永遠laundry都很小 是一個這麼貴仔的搭起式 很難得才能看到 是有一個大房 這個laundry room 就有一個 extra space 你可以搭起的 喜歡的話 之後都可以改裝到 side by side 變成這邊還有很多儲物空間 但這一手的業主 似乎不是很多物品 所以都沒有怎樣堆滿 storage 已經樓上看完了 我們看完了樓上 還未完 因為房間有2000呎 我們只看了兩層而已 下面那一層還有一個房間 下半層其實都是Ground 不是Basement 我們可以看看這裏 這裏就是前軟向南 這房間其實是很大的 如果家裏有老人家 不想走那麼多一層樓梯 完全可以在這房間休息 因為它是跟車庫同層 駕車回來便可以進來 亦有很漂亮的Garden View 看一些圓景很舒適 兩片大窗都很通風採光 而且也可以放到床 再放到寸桌 現在業主就裝備 像Media Room 打機房 有一個L型的寸桌 加電視機 之後大家再去想想做什麼 看看這是什麼 這個是Cross Space Extra Space 儲物空間 可以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這房間 如果老人家住在這裏 也不用怕 每次要上樓上 因為在旁邊走兩步 就已經有一個Full bath 所以整間房間有四個睡房 三個Full bath 一個Full bath在樓下 另外兩個Full bath在樓上 中間那層還有一個Half bath 即是3.5個廁所 然後這邊是Shower Stow 而且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見的Time House 樓下的洗手間是特別小 或者Shower Stow是很窄的 只有正方形仔 這個優點是很大的 你平時有客人或父母來住的話 都會很好用 吸力很厲害 然後這裏就有一個車房 現在就拍了兩部車在這裏 除此之外 車房後面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儲物的 可以儲物的 開了車房門 大家可以看到 就向Drive Way駕出去 這邊就向北 那個河境的位置 這裡還有 這個位置都可以decorate 可以做某些事情 可以做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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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位置浪費了 OK 可以躲起來 即是怎樣 這樣 你這樣拍什麼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同時的listing 就是5551 Emerald Way 其實它的屋苑的名稱是 是Polygon 在2020年起好的屋苑 現在的掛牌價是1328,000 全屋分了三層 總共面積是1960呎 有並排的雙車褲 車褲外面還可以拍多一部車 如果大家想來看的話 可以約會 另外在這個星期日 2時至4時 都會有Open House 歡迎大家過來看 其實住在這裡的住客 還有自己的會所 剛剛單位走出來 中間經過這些收訊位置 前面這塊建築 其實就是會所 跟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基本上 就像大家住康套一樣 你會有健康 有派對房 還有室外泳池 管理費都包了一個會所的使用 因為整個社區 大部分都是三四房的大型屋苑 其實很多是屋苑的家庭 有幾個小朋友 養兩隻狗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在一個很家庭的家庭 開派對 這裡就是會所的名稱 Hampton Club 大家進去看看 很新鎮 真的很會所的感覺 很外國的感覺 很漂亮的 風格 白色的地板 不過我見到 每天都是西人的 對 這是一個西人的社區 這邊已經是派對房 如果大家要預約整個地方 去派對房 就會需要一個派對房 或是你平時過來坐 和人聊聊天 都沒有問題 外面就是室外泳池 現在還未到季節 是夏季才會開 因為始終是室外 所以現在看不到 但這個應該是水 那邊還有一個熱湯 然後這邊有一個健康 這邊有健康 這邊有健康 有人在做健康 開來看 有幾部機器在這邊 然後都有一些落地玻璃 可以看外面 整個設定很漂亮 整個設定 對嗎 這邊還有一個泳池 這些酒店 這裡還有一個gynessium 即是可以打球 打籃球 打羽毛球 這些應該有預約系統 8點到10點 你預約了時間 就可以過來用 應該這樣說 這個適合大家 現在是不需要每一天 旅行去Downtown town Burnaby Ritchman上班 可以避開辦公室時間 是最好 因為隧道有時會塞車 大概是 如果我們現在 譬如說這些時間 6點 如果去Ritchman 吃飯的話 你過隧道就不塞車 基本上就是 可能10-20分鐘已經到 去到三樓那邊 吃街道吃東西 其實都很方便 這個社會 大家看到這些已經建好 所以買賣的話 都是second hand 有興趣 大家可以weekend 過來看Oventhouse 或者跟Herry有時間來看 如果大家說現在未準備好 想去買一些全新的 其實Polygon發展商 在這個後面的座位 即是很近的旁邊 都有一些今年即將落成的新樓 當然如果是全新樓的話 價錢會再貴一些 又稅 但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給大家 小一點的Town House 剛才看到Polygon在賣 有些很誇張的 兩百萬兩百二十萬的House 類似House style 二千七樓 對著河境 那些玻璃可以全部打開 有一個座位 外面就是大花園 再看Riverview 我們要想想要不要搬過來 這個是Carrie拍得最少 但最想住的社區 我可以這樣說 拍完片已經很晚了 我們還在河邊 散完後看日落 在Latna這邊找些東西吃 也有東西吃 有一間日本餐廳 叫做Sapporo 也不少訂位 進來就有了 不過很多人 我們等了十分鐘 之後就隨便點東西吃 這個是Toro Toro Toro 算是新鮮嗎 對 很大片 十幾元 就是這樣 OK 這個很有味道 是嗎 有一種腥味 很喜歡那些腥味 我們上次吃過一次 因為我們很喜歡吃菜 很健康 我記得它的沙律超級大 吃到沙律都飽了 好厲害 有些Kiniwa 還有牛油果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 無花果 無花果 對 然後有一些紅蔥頭 番茄 紅菜頭 抱歉 然後有一些什麼 這是什麼 Nuss 對 好像很健康 這個很巨型 先吃牛油果 我想吃無花果 嗯 喂 吃了那一塊 叫了這個三文魚肚子 這個是蟹籽和三文魚子 這個好像沒有見過 對 三文魚的 我們很小特地點三文魚肚子 試試有沒有味 先留下肚子吃麵 我喜歡 它是short eye 對 short eye肚子 對 嗯 好吃嗎 我覺得不錯 之前沒有吃過 嗯 我來試試這個 嗯 可以嗎 我喜歡吃魚子 嗯 嗯 嗯 是不是沒有了 沒有 那為什麼這麼少 不如叫我兩個這個 不是 你先吃完 有很多東西 好 來 多了 它送了一個卷給我 這個卷是跟這個 嗯 我加了你的蛋 好 嗯 好吃 哇 這次花水夠多了吧 又逛街又吃東西 上次影片又說我不去喝茶 吃球 我吃不到很多東西 晚上看已經餓了 我已經很餓了 什麼 今天上一條影片 西區獨立屋 我們對著那個廁所 說了很久 然後有人留言 哇 我吃午餐的時候看你的影片 為什麼要專注在那裡 謝謝留言 有些肥膏 豬肉 我們今天 點了 沙拉18元 拉麵16元 一隻蛋1元 然後鰻魚卷9元 有一個半 三文魚卷這麼便宜 9元 Toro Sashimi 9元 我覺得3元 咖哩更好 然後這個是 魚子 魚子那幾件壽司 9元 這個什麼 Tapico是什麼 你想想 什麼叫我想想 不是你那些蟹子和魚子嗎 哦 這個蟹子和魚子 瘦了 然後這個加起來 92元